我們講26題 它的長度都是24公尺 這個輕重量的彈簧 在重彈簧外端 以頻率 兩次 抖動重彈簧 而輕彈簧外端的固定 經10秒後,抖動傳到輕彈簧外端 時間是經過10秒 以致抖動在輕重彈簧的數率比3比2 數率比是3比2 從這裡傳到這裡,總共時間是10秒 所以它的時間應該到哪 應該這裡是2秒 這裡應該是多少 還是4秒 應該4秒 這裡是6秒 因為它跑得比較快 這裡是6秒 就是說,它那個時間比跟那個數率的話長滿比 數率是3比2 所以時間比是2比3 因為總共10秒 所以它這個時間是4比 在這裡傳播時間是4秒 在這裡傳播時間是6秒 在這裡傳播時間是6秒 反射波與透射波 波形聽不顛倒 這個對啦 因為這個是從重彈簧 從重彈簧到輕彈簧 所以它反射波 進去如果是這個樣子 那出來也是這個樣子 那進去的話也是這個樣子 波形都沒有變得 這個A是對的 B 波動在輕彈簧上的數率為6公尺 我們看是不是 數率 經過4秒 那長度24 24 之後叫做L1 在輕彈簧 24除以4 4比24 6公尺每秒 在輕彈簧的波數是6公尺每秒 所以B 所以B也是對的 所以B也是對的 C波動在重彈簧上的波長是2.1公尺 我們看對不對 這個頻率是2 那這個V2多少 V2是等於24公尺 除以6公尺 又是24公尺 波長的L2公尺 等於V2 除以頻率 V2是等於4公尺 那頻率是2 所以是兩次 兩赫子 不是兩赫子 2公尺 所以這個 重彈簧的波長也是等於2公尺 所以C也是對的 再看D 波動在輕重兩彈簧的頻率比2 我看錯 1比1 再看1 波動在輕重彈簧上的頻率比1比1 這個對 所以1是對的 所以他應該選A B C E 1 1 2 2 1 2 1 2 2